谢谢徐所长还有徐所长的邀请 让我可以在这边再跟大家分享 在十年前可能比较冷门的学问 十年之后现在就变得比较夯一点 我今天要介绍的就是body composition的measurement 我会介绍就是说 我个人在review的过程 还有我自己实际上面在hospital所做的 还有epidemiological survey所做的一些事情 讲义里头的一些资料我做了一些更动 但是有些slide我可能没有讲到 因为我刚刚有看了前面一些东西 可能有一点点重复我就把它给skip过去 但是有些东西还是可以给各位做一些参考 既然老化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老 但是老的速度不太一样 那常常的话就会觉得说 这个人看起来有几岁 这个人应该是几岁 那个就是每一个人老化的速度会不太相同 那所以呢既然是外观会这样 器官也会如此 器官会如此的话呢 这个身体组成也会如此 所以我们既然要探讨老这件事情 我们就必须要全面都要去了解 所以身体组成慢慢就被重视起来 那在身体组成的研究里头 很重要的一些的概念上面就是 你用什么样的方法 第二个你要了解它的variation 第三个就是它有些rule model 毕竟人是什么东西做的 人到底是水做的还是什么做的 对不对 有些人说不是我是天蝎做的 是水瓶做的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有很多的说法 所以呢 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组成 其实大家都很有兴趣 但是呢 没有人可以完完全全百分之百 没有错误的测量出来 因为你不可能把人去烧 然后测它的骨量 对不对 你也不可能去把人的肉割下来 真正的去测它去分析 但是 大自然界都有一定的定律 所以 人的组成之间 也有一定的一个规律 那这个就是它的rule 那既然在这个rule之下呢 就有一些model 你就可以去做参考 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身体组成的测量 都是根据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才设计出后面的方法 然后呢 再去了解 这样的variation 代表什么样的临床意义 所以这一张图来看的话呢 是你可以看到 从1963年之后 一直到这个1996年 这么短短的这个时间 至少这中间的发展 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 检查的方式 它测出来人体的组成的话呢 事实上每一种方式呢 代表的意义是不同的 所以你今天要看你测量的设备 它到底是用什么原理 来去测量这一件身体组成 那不同的设备的原理不同 你真的不能够拿来直接比较 就好像苹果跟离子 就是没有办法比较 好 那这一切的知识来源的话呢 事实上在人体组成的分析上面的话呢 有一个开宗始组 比较早期的 那但是他现在还是存在于来过台湾的 那个就是Pearson教授 那Pearson教授跟台湾的话 事实上关系很好 我去的这一间医院的话 是St. Luke Roosevelt Hospital 纽约 那如果讲这样的话呢 你可能没概念 中文呢叫罗斯福医院 如果讲这样 你还是没有概念 对不对 那就跟你讲 讲宋美玲 那你就有点概念 那如果这样还是没有概念 那就跟你讲 就是说当时 美国因为这个我们的断交等等这些 但是呢 他又来又来援助我们 所以呢 当时就有一个中美的一个联合学者的 一个交换计划 如果有一点点年纪的人 在第一排的 除了陈医师之外 还有只要姓陈的都是例外 对不对 够年轻的 好不好 搞不好 这个陈亮空医师 其实已经65 只是他会保养而已 对不对 OK 好 就是当时他也来过台湾很多次 他在台湾呢 甚至好像在台湾有当 就是那时候美军来台湾支援 还有过来 所以他对台湾感情很好 他也来过陈大来过餐馆 我当时呢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可是我到那边去之后的时候呢 我认识了另外一个叫王智敏博士 来自于中国大陆 他在早年90年代的时候 早期的时候 他是第一批当年的文革的时候被下放的七年 后来平反之后呢 第一批被外送的 所以他就来到了美国 我专研了很久很久 他专研在Body Composition 因为共同写了一本书 好 好 所以呢就是这一本书 所以各位今天如果我讲的 你都记不清楚的话 请你去看这一本书 不是在卖书 说实在他的校路真的不太好 因为知道的人也不是很多 因为他也蛮冷门的 但是呢 我们当时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 因为跟王智敏博士当时合作的时候就发现 全世界在做Body Composition的呢 看起来前面都是外国人 可是后面都是中国人 也就是华人这样子的世界 所以呢很多就是因为我们都在背后做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说 应该要有一本华文的中文的东西 就召集了这些 所以这里头的你可以看到里头的人 都是属于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家里头 但是他是属于华人的 所以我们写了繁体版 当然也要有简体版 好不好 简体版 所以呢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翻阅这里头 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我今天在讲的一些重点 好这个人体组成的话呢 真正要去探讨的时候 事实上你会去看说 我们到底是在测量什么 比如说测体重 这个就是Whole Body 但是呢 如果你要进一步去看的话呢 那人是什么样的组成呢 它可以分成五个level 这个就是Tissue和Organ Level 人那里头的话 你可以看肌肉 脂肪 骨骼 血液 或是其他 那如果你在进一步 再去区分的时候的话呢 你可能可以看Cellular的角度 细胞的角度 你可以说 这是脂肪细胞 这是肌肉细胞 这个是属于细胞外 水分等等这些 那如果再进一步去看的话 你看更细一点的时候 就说原来它的组成是 真正来自于是水 或者是脂质 或者是蛋白质 或者是矿物质 或者是糖类 OK 所以呢 再细分下去的话 每一个人都差不多 你里头有的跟我的都差不多 其实金城武的组成跟我差不多 不过组合起来不太一样而已 好不好 我跟它一样 我有氧也有碳 对不对 差不多 但是呢组合起来就是不太一样 组合起来不太一样 所以呢 你细部去虚分 可以细分到这么细 所以你身体组成要怎么去看 你也可以用Neutron Activator 中子 把它打碎 当然人不会被打碎 但是呢 这样中子的设备 全世界就只有两台 那目前应该是没有再进行了 一台是在美国的国家实验室里头 所以呢 他可以把人打出来之后 就告诉你说 哎 吴先生 你呢 的身体呢 总共有氧呢 有多少 碳有多少 这样看起来就很没有人性 那所以呢 这个还可以进一步区分 就是你是molecular 你是脂肪多少等等这些 但是我们现在比较想要知道的东西的话 大部分会集中在的就是像 edipose tissue 到底是有多少 然后skeleton muscle到底有多少 bom skeleton到底有多少 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 那至于你采用的方法的话就是 two component three four six 也就是component就是主份哦 如果是two component 就是说你这个人呢 到底是多少的油 多少不是油 ok 那如果three component就是把油 不是油里头再分为是肉还是骨骼 如果再进一步区分的话呢 除了油之外 就是把这个肉和骨骼呢 肉再分成为肉里头是水还是蛋白质 再进一步区分 你当然就可以four component再加上其他的组分 你通通都可以把它区分清楚 你用的方法也可能就会不一样 那这个就建议你的设备 我们知道老年人最主要的body composition 大家最有概念的就是 你可以看到就是体重会慢慢增加 瘦肉会慢慢的减少 脂肪会慢慢增加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骨骼会慢慢的减少 那如果在身体组成比较practical来看 在临床上practical来看 那就是当如果是脂肪 那它进一步产生的一定就是跟肥胖有关 如果是骨骼跟骨子疏松 如果是肌肉就是fidelity和psychopenia ok 所以呢 严格来说 我的研究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做肥胖 后来呢 加做了bomb 最后呢 现在加做的肌肉的部分 所以整体而言 所有的研究 或许都是跟body composition有关系 好 这个呢是简单的list出来 常见的几个measurement body composition的方式 最基本的量身高体重 我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谁重 一眼还是病眼 但是呢还有skin fold 还有腰围 或者是hydrodentasy 也就是我们的水中秤重啦 或是我们的体内的含水量啦 等等这些 或者 这个在台湾的话 唯一只有一台 不过那一台好像让的不是很顺利 还有isotope的dilution method 在台湾唯一只有一个地方在做 那就是成功大学 我的实验室里头在做 其他的部分的话最常用的就是bia 大家都知道 dexa的话用的也普遍 ultra cell有些人用 CTMRI也有些人在用 那neutron activator 那就不用想了 这个指示 列出来给你看到这些东西 我今天的话呢 大概就是分成几个角度 最简单的 anthropometry 我个人会非常强调这一点就是呢 凡是在做测量 不要小看这个最基本的东西 事实上这基本的东西 有时候就会影响到一些结果 我们在社区做的时候 当然这个都不是很标准的方式 但是有些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 还真的没有太多的经验 也没有太多足够的设备 因为我们做的是epidemiology survey的时候 这是我们去田疗乡的时候 田疗就是一个越世界 那个地方就很偏远 那我们为了让病人究竟可以就医 所以我们就会找那个 不是卫生所 就是活动中心啊等等这些 如果呢到这一个社区里头最常去的 到偏远地方最常去的不是活动中心 就是去哪里最快 庙 对 庙好多 对 庙真的很多 而且呢你要知道他做流病的话 你就跟庙联合 庙都很欢迎 真的 因为那些平常不进庙里头的也会去 信耶稣的也会去庙里头了 对不对 因为他为了要做检查 所以呢他们很乐意去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 而且我们在神明面前做问问卷 病人比较不会说话 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地点 好不好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这样子 所以呢在庙里头啊 就庙里头有一些地点我们就会就近啊 不然是量这个 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些可能不是很标准 其实呢就好像我们量ounce band 我们量了半天的话量不出一个所以 最主要是你看这个病人 这个已经关节都变形了 他怎么伸他就是不会很直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有其他方式一解一解这样量 这个有很多的东西 量身高体重等等这些 你可以看到我们量身高 但是他说会不会丢掉 他说不会 这有庙公都够得掉 所以这也是一件不错的一件事情 在庙里头找一个地方放 比较不会丢掉 OK 那如果量完之后 当然就会算到BMI 这个是大家都会知道的一件事情 可是事实上腰围是更重要的啊 那可以看到这一张图 这是台湾的人大家都知道 这是流病的一个调查就发现 随着年龄增加的时候 BMI会慢慢的往下 因为这个随着年纪大了之后 这个survival effect 还有老年化了之后 体重是慢慢下降的 身高呢也慢慢的改变 但是有一个不变的就是 腰围是越来越高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通通都是这样子 所以呢 为什么说认为腰围呢 是更能够反映出老年人的一些的 相对的risk 这个腰围 到底要量哪里 我在这个1989年开始 量台湾的腰围 我开始做那时候研究 所以1989年那时候去量腰围的时候 各位知道 94年就是2005年了 对不对 所以大概这个 你现在二三十年前的时候 腰围到底要量哪里 怎么查就没有一个概念啊 以前最早的腰围 你知道是量哪里 肚子 肚子 不对 如果是女孩子 她说你量我最小的那个地方就好 对不对 所以呢 到底有没有客观呢 有一种量法的话 就是说 你看早期的paper 90年代的时候 八几年代的时候 他们量腰围 就是说 这个病人弯腰下去 有皱褶的那一条叫腰围 你会想说 我折下去 有三条皱褶 要量哪一条呢 对不对 所以呢实在是没有一个很客观 所以我当时呢 就量了很多种 腹部 我们量了肚脊线 以前还有说肚脊上一寸 肚脊下一寸 对不对 还有最小腰围 对不对 还有所谓的腹部中线 就是这一条叫腹部中线 Rib Low Rib and Superior Elet Crest 这两点的终点水平线 搞了半天的时候的话 我们后来是量这一条 我们做了ROG Cable的时候 发现是这一条还是不错 男生 告诉各位 其实男生这一条很接近肚脊 如果他的肚子没有大到下垂的话 他是很接近肚脊 女生 其实呢 这一条跟他的最小腰围 还蛮接近的 很有趣 不过呢 为了统一起见 你就是量腹部中线 所以腰围这一件事情的话 我自己是探讨了很久 那后来呢 在这一个国建署当时召开的时候 因为国建署当时就推称了健前 要量腰围 所以呢 当时的话是学会的秘书长 所以呢 我们就去表达这样的想法 也很高兴呢 大家统一是这么做 可是 实际执行是不是真的这么做 就不知道 像这个呢 就是要这样量 然后抓住他的终点 水平线等等这些 然后才能够去抓过来 而且量的时候呢 事实上最好最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后面要一片镜子 因为你那个皮脂这样绕过去的时候 对不对 你那个后面到底有没有水平 对不对 你要考虑到 你们有没有量过腰围 有 量到腰围断掉 你知道吗 我量过好几千人 好吗 真的好几千人 量到真的是 量到HIVD 所以呢 这个实在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量腰围 可是你们腰围用什么皮脂 这一条就是我最早年的一条十块 现在都用这一条 一条一千块 他就是多了前面有个弹簧 然后这里头的话呢 有两颗红色的球 他就说你那个特别的地方 你上网也可以去网购都可以 一条一千块 他就是多了前面有个弹簧 然后这里头的话呢 有两颗红色的球 他就说你那个特别的地方 这个张力啊 那个皮脂要量的时候 你不是说要拉得 要贴紧皮肤吗 对不对 到底是拉紧一点 还是松一点 对不对 你拉得太松 必然说不够紧 对不对 拉得太紧 必然说太紧 对不对 所以就用这一条的一个 那个两颗红球 你拉过来的时候 你这个两颗红球 要一颗出来 一颗没有露出来 他用这样子的客观的一个方式 所以公益上行使 今天告诉各位 你用古力图 我没有投资 不过呢你可以直接去购买它 好不好很容易 而且要买宽版的 他有宽版和窄版的 请你用宽版的 用宽版的 这样去量的话呢 就会比较客观 你看我早年的都还是一样 就是用这个普通的布纸皮尺 OK 那助理要怎么training 事实上呢在助理之间的training的话呢 他们要量到他们之间的差距要一公分以内 所以最简单的就是助理要先量什么 量自己大腿 回去天天量大腿 今天早上量 明天早上量 后天早上量 对不对 然后彼此量大腿 这样子 量量量量量量 自己量量的都很顺利 那个手法都抓得很顺利之后才可以 才可以 要不然一慌乱的时候真的会量错量 量错量 好 这个呢 skin fold好不好 skin fold我不建议在老人做 因为老人的皮都松垮下垂 所以呢 skin fold的话现在有其他的方式 而且skin fold最好还是量四个地方 有些人缩减可能一两个地方就是代表 但是我个人呢倒是没有很多的经验在量这个部分 或许在座有些人有更好的测量的经验 我们不管是用lange或什么其他的方式 感觉上他都是没有办法抓得那么精准 那至于再来的话就是hydro density hydro density的话你看 可以看到我们刚anthropometry之后 我们量碗之后呢 这些就是要量所谓的fat 那skin fold当然就是量这个所谓的fat person fat 那hydro density呢是另外一种的方式 我们都知道因为肥胖的定义 真正定义不是在于体重 是在于所谓的excessed accumulation in adipose tissue 就是脂肪细胞的过度堆积 脂肪组织的过度堆积 我们怎么样去做测量 最简单的就是说 这个人到底体内有多少脂肪 除了脂肪之外 其他就叫fat free mass 那这样的一个测量的方式的话呢 事实上它有内建的很多的推算公式 最简单的就是水中秤重嘛 那么就是blood part 那这一台要300万 然后这个要放到铁桶里头 病人要下去 我认为老人家是不太可能 第一个老人要藏到水里头去 就很多的风险 第二个老人要关进去 那可能出来要看精神科 对不对 所以的话 它都不是很适合老人的流病学的检查 那我们做的东西的话呢 事实上 坦白说我在社区还没有做这一项 因为这种东西的话 比较复杂一点 它呢就是detain and access 但是重水 那重水的话呢 你要买的时候要跟原人会申请 因为重水是做原子弹的冷却剂 所以呢 它是有管制的 那这一种的议题的话呢 每一公克大概要台币45块钱 每一个病人要大概10到15公克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要花很多的钱 所以纯粹做这个是纯粹吸取 那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duterium oxide的话 这个的过程 这个里头就有了 我就不用再特别说明 它是一个无色无味 没有radiation的 俗称为刀水 刀 那如果是穿就有辐射线 OK 那这个东西谁教我的 台湾人 他呢1970年代的话 更早到了这个 St. Luke Roosevelt Hospital 一直待到那边退休 我去的时候 刚好他准备要退休 所以呢 他就把他所知道的尽量都告诉我 事实上他是台中人 他是一个化学老师 然后呢1977年代过去那边 他呢就给了我机器 叫我机器搬回来 这个FTI 后来我搬回来之后的话呢 发现说我们化学系有更新的 我还是用啦 对不对 应该可以用啦 所以呢 这个事件事有说FTI 这个就是红外的infrared 来去侦测 我们要必须做所谓的 Lafelization 动肝法 去把它那个水分 给它萃取出来 并且把重水喝下去之后 隔了180分钟 三个小时之后呢 抽第二次血液 然后呢 去比对两次血液里头的 种水的浓度的差异 大概就可以根据稀释原理 这个种水经过三个小时 在身体里头会平均分布之后 那你身体里头的水 Total body water 就被测出来了 当你测出Total body water的时候 然后生物有一个定律 我们的Total body water 大约除以0.73 就是我们的fat free mass 这个很多动物都是这样 你会发现你跟狗是一样的 跟老鼠是一样的 跟猪更像 所以的话以后骂你是猪 你就说没有错 我的含水量跟它是差不多的比例 所以Total body water 除以0.73 我们算出这个东西 再除以0.73 这样就可以推算出我们的fat free mass fat free mass 在体重 在body mass 减掉fat free mass 就等于fat 如果把这个Total body water 再乘以0.0129 就会得到我们的 全身的阻值的矿物质 这个都是属于一定的恒定的定律 所以现在做的身体主材 都是这样推论的 不过临床上面最常用的就是BIA 在那个center里头 最常看到的机器就是BIA公司 所送过来有OMROM 有TANITA 有你想得到的 他们都送过来来做validation 因为它的原理是OMROM的原理 就是电阻的原理 那电阻的原理的话 它的假设就是身体的导电度 因为你的组成不同而不同 脂肪组织它的假设就是 它就是不良导体 所以脂肪越多的话 电阻越高 脂肪越少的话 电阻就会越低 根据这个电阻的高低 它就可以推算出它身体里头的组成的不同 所以它的机器简单讲 就apply打下我一定的电阻的流量 就50安培 这样打下去之后 然后到末端的话去接收 所以这边电流通过去 过来到这边接收到多少 这个的接收的多少 当然决定你的身长 你的组织的粗细 还有你的距离 还有里头的组成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里头有太多太多的假设 尤其BIA的假设是假设你的身体呢 这个粗细是一致的 请问谁可以告诉我 它的大腿跟小腿是一样粗的 你的手臂 上臂跟前臂是一样粗的吗 没有吧 对不对 所以的话这里头就有很多的hypothesis 那如果说你的脂肪越多的话 那你的导电就越不好 电阻就越高 肌肉多的话你可以看得到它就是什么 导电阻就比较低 又根据这个样子 你就可以去算出来它的生物组成的一个不同的比例 再经过很多学者很努力推算出来 输入你的身高 输入你的年龄 输入你的性别等等这些 BIA就可以推算出fat free mass 然后再算出fat mass 不过BIA最重要的fat free mass又怎么来的呢 其实它的fat free mass的话 有些人就是在把它total body watt 算出来之后除以0.732 然后它就可以去推算出fat free mass 所以当时在比对就是说 这一台的BIA到底准不准 就是它的换算公司有没有办法很精确的去算出 它的total body watt 还有fat free mass 那既然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BIA就有很多的局限 各位在进行这个BIA测量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limitation 就是你到底会找什么样的frequency 是single frequency还是multi frequency BIA BIA从最复杂的你可以multi frequency 8total 就是八个电极 八个电极的话就是手脚都要握 手脚是每一个四肢就是两个电极 你可以看得到它代表就是两个电极 那如果说是single跟multi frequency的不同 最主要就是它要推算出 你在single frequencylow frequency最常见的 它只能穿透 无法穿透细胞过去 所以它只能测出细胞外溢的状况 如果是high frequency的时候 它可以穿透细胞 所以multi frequency理论上来讲 比single frequency理论上来讲要精确 但是呢 因为是后面还有牵扯到它的换算公尺 所以到底准不准 你自己还是要去测完才知道 BIA最重要的跟水有关系 因为它是测水 所以你只要想到跟水有关的 譬如说病人要测之前 说我今天才是要去做运动 所以很多老人要来做检查的时候 他头上五点就去做运动 做运动后来给你做检查 会不会准 很多检查的老人是什么 早上四五点要去做检查 你如果说麻烦要检查 你一定要检查 今天早上不要去田里头工作 可不可以 不知道 不知道它可不可以 对不对 因为你也不知道它可不可以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 做之前一定要把小便排空 因为膀胱里头的水分 所以膀胱水分越多 total body越多 total body滑的越多 相对你的fat free mass 比例就会越高 fat free mass比例越高 就是去脂肪质量越高 相对你的脂肪质量 就相对比例越低 所以各位 如果你想要快速的减轻 你体内脂肪的方式很简单 现在呢 喝下500cc的水 然后呢不要去尿尿 你等一下再去测一次 但是体内水分增加 你自然体脂肪就少了1% 其实啊你什么事都没做 好不好 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示范方式 但是这个要很小心 还有环境温度 如果流汗啊等等这些也不行 是26到28度的环境 然后更重要就是皮肤的接触 因为它是要接触的 所以呢你也要被酒精面片 要把那个接触面要把它擦掉 我们曾经有那个老人家 因为都是赤脚在走路的 他在乡下都在赤脚走路 BIA测不出来 脚比太厚 真的太厚只好放弃 好不好 只好放弃他就真的测不出来 有人问我说 如果是节肢的病人要不要测 你明知他节肢 你干嘛去折磨他 对不对 就不要 那你就必须要 因为那种是站立的 那你就必须要设计是平躺式的 要平躺式的 OK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会推荐什么 因为他既然是推算公司 所以最好是单手单脚 要不然就是两手两脚 尽量不要只有脚 或者只有手 像这个只有手 这个就只有脚 OK 因为他推算公司 这样的误差相对会比较不会差距太远 什么样机型是没关系 但是尽量是这样子会比较好 我曾经看到那个最简单的 测BIA的机器是 大拇指对大拇指 好不好 准不准 其实我们也去评估过 你公司换算得好的话 不会差太远 不会差太远 这是我们评估过的一些BIA的一个机器 我们是用单手单脚的 这个看起来的话 事实上跟DEXA所测出来的 因为这是3 component 这是2 component 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事实上也还蛮不错的 那这个是属于multi frequency 做出来的话呢 也是有很高的一个相关性 但是老年化之后的话 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它不单单是脂肪全身的改变 它可能也是visceral fat的改变 最常见的情形就是 全身的脂肪增加了 体重增加了 可是visceral fat增加 可是subcutaneous fat是下降 所以你在测量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区分出来 甚至后面的skeleton muscle mass的下降 所以才会出现了DEXA这样的一个机器 DEXA是一个3 component model 因为它是dual energy 所以辐射线上去之后 从下面打上去上面detect之后 因为它是dual energy 所以它利用数学换算公式 可以把人体主要分成三种主要的成分 去把它算出来 这三种成分 一个就是肥 一个就是fat 另外一个就是fat tissue 另外一个就是leam tissue 然后再来就是bong 再来就是bong 好 所以DEXA可以这么说 它是一个在测量body composition里头 考量它的cost 考量它的准确度 考量它的方便性 以目前来讲 坦白说 我个人会觉得 除了它比较不容易移动之外 其他的设备 在harp hospital base里头来讲的话 它真的可以提供非常精确完整的设备 我们最早年的时候 为了要从这个里头去derive 它的所谓的fat distribution 我们提到的叫做centrated index 当时这方面还没有什么样的公式 所以最早的时候 我们在98年publish这样的结果 也做在老年的时候发现 就是centrated index的话 事实上会比其他的 包括甚至比bmi 都更能够解释老年男性跟女性 在这一个所谓血糖代谢上面的一个差异 那当然的话你也可以去看说 比较传统的做法 这个叫做truncal fat 这个叫做leg fat 以这个为当作upper body 以这个叫做lower body 所以trunc to leg fat ratio truncal fat 我们当时的分析的话 跟美国合作的时候 也可以发现就是说 的确不同种族之间 truncal fat相对的比例 以亚洲人 还有Hispanic 西班牙语义的这些人的话 虽然人不是很重 可是truncal fat的脂肪堆积是比较厉害的 这也是可以解释 为什么我们的体型不是很大 跟美国人比较小 我们比较小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糖尿病的盛行率 却没有比它少 甚至比它还要高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dexa 就去可以区分出 它的三种主分之外 那你当然也可以去看出 它的fat distribution 这个是举个例来说 这是我们老人家的一个追踪 这是老人的一个减重 从大概76岁 然后71.9公斤 收到62.8公斤的时候 我们除了看它体重减轻 腰围的减轻之后 fat person的减轻 还有fat distribution 有没有特别的不一样 这个是我们临床上可能会用的 现在新的软体 新的机器已经不用这么麻烦了 以前都要自己画 现在的话 就是已经有dexa的机器 你只要跟它讲说 我希望要有fat body composition 的analysis 而且fat distribution 的analysis 有android和感到一个region 它都有default的一个公司在里头 所以现在要做这个东西已经方便了 既然这么方便 如果你要做dexa 又不做它的话 那你就感觉上就out of date了 所以呢 当你去购买dexa的时候 你在做这个时候 你应该要去跟它要求有这样的software的一个提供 这个各位可以看得到 跟我当年所画的呢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这个它有一定的一个画的一个规律 知道set的 再来就是bomb bomb的话呢 最早做的大概就是用altrasound altrasound的本身的一个原理 基本上它是在测量两个一个东西 也就是升波过去你这个组织的时候 它的传递的速度 还有它的attenuation rate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attenuation的情形的话呢 会决定当你的鼓密度越高 你的attenuation 升波被衰减的就越厉害 当你的鼓密度越高 你的传递的升波的传递 反而是会比较快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如果你的鼓密度越低的话 那你的attenuation 还有这些你的velocity 就会有不一样 它反映出来的 不单单只是dexa呈现的鼓密度 它还反映出来的就是 你的骨骼的排列的方式 角度的不同 就会影响到altrasound传递的一个速度 所以altrasound的话呢 有一点点再反映出来 不单单是density还有bond的structure 相当于所谓的quality 这是我们当时 不过如果你看density的话 它的correlation大概最多到0.6、0.7 就已经算很厉害了一件事情 所以你不能用它来去取代它 目前诊断骨收的话还是用bmd 也就是dexa bmd 而不能用altrasound altrasound altrasound只能反映出来 就是说它比较不好 相对骨密度可能比较不好 甚至在NORA的study里头 事实上这是美国所做的 大概是这么认为 就是说如果你是沙拉哈的 像altrasound 以这个为例来看的话 病人如果用这台机器测出来的 相对的那些parameter 比较不好的归类到 所谓的osteoporosis的话 它未来会产生骨折的机率比较高 所以altrasound只能告诉病人 high risk of osteoporosis 或是fracture 但是它不能够拿来做diagnosis 更不能拿来做monitor 所以请你不要在社区里头 用altrasound想要做monitor 即使你是流行病学 大概都很难被认为是认可的 但是你可以做cross-sectional screening cross-sectional screening 所以should not be used for monitoring 虽然它很简单 那你说要测哪里的artrasound 脚跟 我只建议做脚跟 好不好 所有的fda 还有很多的cringal trial里头 大概都是calcaneal artrasound calcaneal artrasound 4-armed或者是tbr的话 那个可以做参考 但是请你 如果你还没有做好 你的决定的话 你真的准备药的话 请你用脚跟 比较不会有问题 我们也曾经用artrasound这样的数值 在我流病里头发现 就是说跟老年人的跌倒有相关 因为如果病人的artrasound的话 比较不好的话 发现它跌倒 是跌倒的一个risk 所以这也可以变通一下 我们可以用这样来评估病人的 是不是high risk of fall 可以算出来 让病人可以知道 就是说它是容易跌倒的 但至于dexa在测骨蜜 这大概就是无用至于的 一个golden standard 这个在健保里头也都有 在很多医院也都有 可以测lumbar 可以测hip hold body的话 拿来判断做骨蜜的话 那就可惜了 可是机器那么大台 所以有mobile dexa出现 台湾到目前为止 只出现过两台到三台 我知道国卫院以前有一台的样子 中研院有一台 就是潘文涵教授他们那边有一台 目前好像不知道还在不在不知道 但是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 有用他的经验 那这是另外一台 就是古松学会当时特别打造的一台 所以跑到各处的偏乡 那目前这一台的话也已经废掉了 因为经费不足 所以不是机器坏掉是经费不足 所以mobile dexa 这个是hological的机器 那这个中研院的那一台的话 是GE的机器 GE的机器 很重要的是这一张 公寓三期是必先利息器 请问一下当你在做dexa的时候 你dexa有没有做QC 因为它是不同人的测量 就好像两个腰围一样 不同人测量出来的时候 请问他测出来的 如果你要做coho study 你这台机器测出来的 他到底准不准叫做LSC 叫做least significant change LSC 也就是说你这个误差到底有多大 我们每次测量都会有误差 对不对 所以你摆位的知识也会有误差 你今天退出去的这台机器 他到底准不准 今天你去追踪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以这一台机器来看 那一台mobile dexa 你的股密度必须要差距离4.19%以上 他才认为有significant difference 因为他这样的机器做出来的least significance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你在做追踪 maybe统计上面你可以看得到说 平均算这些可以算到有意义 可是临床上的意义来看的话 你就必须要你的机器做得够精准 这个就好像刚刚我们讲这个智力方面 对不对 满分100分 standard deviation 15分 差距三分 到底临床上有意义吗 统计有意义 临床上面可能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如果你要你的设备上面 你要问一件事情 least significant change有多少 这三个字去问一下跟你合作的单位 他到底LSC是多少 如果列不出来LSC是多少的时候 那他去测量到底会准吗 你就要强烈怀疑 当然肌肉这一点 刚刚讲的脂肪骨骼 再来就是肌肉了 肌肉的部分的话 我知道陈教授在这边 所以他这边讲了很多 但是做肌肉部分的话 我们知道在测肌肉就是 DEXA就是一个标准 因为它3 compartment 但是因为它就是不方便 所以越来越多用BIA 那BIA有没有有一天可以发展出 可以取代DEXA 我个人坦白说是乐观的 因为毕竟大家需要的就是要更多更方便 因为DEXA它最大的缺点 它就是不太那么方便 除非的话 它就是真的已经普及到这个机器 可以 它现在很快速了 但是它毕竟还是不方便移动 所以如果你是做DEXA 如果是DEXA的话 才给各位知道一个概念 叫做ISCD International Clinical Densitometry Society Clinical Society of Densitometry ISCD 这个是在古松学会里头 也是我从国外里头 特别引进的这种标准 也就是怎么样去摆位 才可以摆出一定的位置 这个呢 一定要看过之后 你测出来的才能够好用 因为DEXA合理来说 它测出来的重量 跟我们占磅秤的重量 几乎是相关性0.999 但是如果你的摆位不对的话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很精确的 算出Penticulate skeletal muscle mass 那因为它不方便 所以BIA就有Jensen的这一个东西 那Jensen这一个人的话呢 他就用BIA这个仪器的时候 根据了一堆的回归公式 他用这样子可以推出所谓的 Skeletal muscle mass 那它的参考主群就是Yung reference 例如两个standard deviation 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设备来看 BIA它有它的优点 DEXA有它的golden standard 两者之间的融合 这可能就是临床上你选择的智慧 选择的智慧 好 那至于这一个怎么样的机器是好 我知道这个张静颖应该在这边 所以他花了很多的心思的话 事实上每一台机器都要被validated 不是每一台的BIA 你可以随便就带入Jensen 然后就可以去用 尤其是华人的自己台湾人的一个资料 所以目前的话 事实上被validated过 我认为在比较well documented的是 这个BCC版Tanita的这一台机器 当然还有其他机器也可能正在进行当中 不过我认为你在做的时候 你要选择的时候 你应该还是要选择适当的一个机器 它也会根据这个机器 也会取得一个切点的共识 要不然的话你自己都要找自己的Yung reference 是会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当然陈教授就在这边 我觉得这一篇文章的话很有幸 能够被它invive的进去一起去了解 这样子的一个广大的一个世界 在这里头的consensus 对DEXA 对BIA 你可以看到的确 非常非常的接近 跟刚刚那个BIA非常接近 我认为当然是有可能有一天 大家都会蛮一致化的 蛮一致化的 所以呢 回到我们最后的 就是body composition management 对老年人家的话 最主要就是这三个组成 那这三个组成带来的东西 就是我们临床上制造的 Osteoporosis Osteoporosis 和Sacopinia 我们当了解老人家的变化 一定要知道体重之外 你要量它的脂肪 所以以后乳涕应该要量它的脂肪 也要量它的所谓的BOMMAS 甚至也要量它的SKELATO MUSCLEMAS 以后会不会成为Routine 不知道 但是呢 随着年纪的变化 你就可以看得到一个有的改变 阿诺 对不对 当时就是I'll be back 对不对 等到老了之后呢 Oh my back 对不对 它不变的东西呢 是什么 你可以看得到 最新的Terminator它又来了嘛 对不对 有在看电影吧 有啦 要看啦 你看到眼神是坚毅的 没有改变 所以我常常在讲 人老了之后 会让所有的身体组成变软变熟 唯一变硬的是血管 还有什么 脾气 大家感觉一下 好 我的演讲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